旅客下車背著背包拖行李箱進到月台 願意快篩的旅客坐下填寫資料 接著由全副武裝的人員幫忙篩檢 這裡是花蓮火車站 可能大家一直呼籲不要返鄉有效果 廉價第一天上午人潮不多 而從11號開始 花蓮縣政府在花蓮、玉里兩個車站都設立快篩站 希望返鄉的民眾可先快篩再回家 但上午篩檢的人數不到下車的一半 這裡的第一天花蓮站快篩558人 玉里站72人 全數都是隱形 旅客一出站就會被問要不要快篩 也有人員舉著牌子 上面寫著免費快篩請跟我來 台東火車站同樣也因應端午節廉價設立了快篩站 只要出示搭車車票、健保卡或身分證就OK 11號一共篩了46人全部陰性 至於12號預估會有210人回到台東 疫情持續嚴峻碰上端午節廉價 真的是防疫工作的大挑戰 只希望大家能再忍耐一下度過這關鍵三天 TVBS新聞高正宏劉錦源 時運廷花蓮台東採訪報道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